访问过很多设计师看过很多厉害的设计 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样是好的设计 我觉得应该就是把屋主的需求进化成设计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设计师兄弟党 帮双胞胎兄弟所设计的英伦绅士宅 看看他们怎么样展开全新的生活体验 我一进来我就觉得哇非常绅士的家 这个风格叫什么啊 这个风格其实是现代英伦风 业主本身的话他其实也是一对兄弟的 当初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没有装潢过的经验 想要借由这个我级路易斯 来帮他们找到属于他们的风格 为了符合他们本身老板的气质 所以我们把整体的设计风格定调为现代英伦风 一楼一进门看到的屏风 其实就有那个浓浓的味道 一楼的屏风的话 其实原本是为了要阻挡穿塘杀这个风水的问题 这样屏风的设计其实它也是有收纳的功能 对很好用 可以收纳钥匙以及一些杂物 在它的右边规划了穿鞋仪的部分 铁键格栅的设计让空间穿透性更好 再来呢上到二楼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公领域咯 我看到你运用一个增加层次感的那个蓝色 蓝色在英伦风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但是这个蓝色在电脑选色来的时候 其实跟我想象的不是这么的相符 所以我加了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个色系在这个蓝色里面 让这个蓝色的整体感觉起来是更沉稳的 线条灯以及线性的造型天花板 都是现代英伦风重要的元素 工领域里面用了大量的食材 没有想到可以跟英伦风这么搭耶 业主本身在一开始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就有表示说他很喜欢这个大理石的一个感觉 最后选择了小雕刻白的花纹做电视墙的设计 美缝处理上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细致 这样就会让小雕刻白的墙面更栩栩无生 电视柜下方基座以及沙发柜的背墙 其实都是类大理石的材质 哇 你不说我真的看不出来耶 运用了透心美奈版类盘岩的花纹 灯光下其实很有山水化的感觉 真实材搭配类实材呢 我觉得是可以帮屋主控制预算的 沙发柜的线条 其实是呼应我们现代英伦风的设计 除了展示美观之外 我们也做了很多收纳的空间 我们利用木工的强项来做出更活泼的分割 一般系统不会是没办法做到的 整个空间里面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卧榻这个部分 屋主他喜欢坐在窗边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卧榻的修气区 用蓝色模型格杂形成这样的一个区域 不只是氛围做得很休闲 我觉得它很实用耶 如果呢有很多人来家里开趴的时候呢 其实都做得下 厨房呢我知道很多异材质的运用 最困难的地方是哪里 其实这个空间最困难的地方是所有的异材质的结合 其实这有点像下棋的感觉 每一步的细节都要做到位才可以展现出最好的成品 厨房的话第一个有使用了亲女们去组合厨房以及餐厅油烟的问题 说到厨房呢我发现这个天花板 它不就是我们小时候阿嬷家的那个天井吗 厨房的部分我们使用了一个流明天花板的设计 做一个灯具的布局 用复刻的形式加入金属的材质来去重新诠释 流明天花板在厨房是非常实用 它的光源的布局是更加的均匀 玻璃材质的面材其实是不容易藏无纳垢 让清洁更为方便 公共空间把这个现代的英伦风呢 搭配了淋漓尽致 三楼的私领域 是不是也很厉害呢 私领域呢其实就是Louis的专场了 双胞胎兄弟该不会两间主卧室都一模一样吧 主卧室的部分其实在图稿上面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 哥哥看了弟弟的就是3D图之后 哥哥就说我就跟弟弟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双胞胎真的心有灵犀 连喜欢上面呢也都一模一样 主卧室呢非常的宽敞 不过我知道呢原来是没有更衣间的 丈量的时候进到主卧空间的时候发觉 这个卧室其实空间上面蛮大的 所以我把英伦绅士的风格带入到主卧室内 考量到屋主未来可能有另一半 增加一个更衣室空间运用得比较方便 女生她比较在意的就是全身镜 铝合金拉门的后面做一个全身镜 进去里面就好像来到饭店 包括呢地板 这个材质很特别 地板的话我们是运用进口材质 通常用在超跑展间极限运动场 在温度控制上不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绿建材的概念 讲到主卧室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收纳了 主卧室里面这个收纳真的太特别了 它是上下跪耶 会以上下跪的形式来呈现的原因是因为中间的部分 我想预留电视的空间以及灯带的营造 视觉早速当然会比较开阔一些 上下跪在施工上面有比较大的难度 我们都是客制化 木工吃座 整个跪体的强度啊会做一些加强 上下跪的呢就可以兼具安全性以及美观了 对一般系统跪可能比较没办法做到 床的背后呢它原本是有一只凉的 避凉嘛床背后可能在使用上就浪费了 其实没有背后的收纳空间 我们是以上线的方式来做呈现的 收纳程度是非常高的 Louis跟Jack本来呢家里就是木工是家 在设计这条路上面优势是什么啊 我父亲他就是从事木座这一个行业嘛 旅球学阶段的时候 我们读的室内设计这一个部分 出社会可能我们当设计师的时候 每一个木工的细节 我们都特别特别的去着重 经验的部分比较足够 所以我们到每一个空间当中 都可以非常迅速的给屋主最好的 一个空间配置的概念 这一次这个空间呢 你看公领域呢是Jack 私领域呢是你 会不会有那种要互相较劲的味道 较劲这个部分比较不会 因为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 把每一个作品当作自己的 心肝宝贝这样子在打造 讨论过程 我们都会细心的去听 双方的意见来达到最好的作品 屋主他们本身是自己做事业的 所以他们在时间上会比较忙碌一些 签约到完工 我真正看到屋主大概只有三次 工作的期间 我们每日都会要求施工团队拍照 传给屋主 每日他都会看到我们的进度 不外包 这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 一个坚持的点 找我们真的是非常放心 屋主呢其实花一次的费用 得到的是双倍的享受 室内设计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每一份压力跟责任 都是一种幸福的负荷 屋主对我们满意的效应 那才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